欢迎订阅发声 我就用LOKLOK声 LOKLOK声上堂了 中秋节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日 祈福是当日重要的风俗活动 在广州白云区的村郎 由汉传承了百多年的 传统中秋祈福仪式 咸风十年 即是1860年的时候就开始 即是这一年八月份 就发生了那些松害 那些村民就用火把曼克烧那些蝗蟲 避远看过好像一条火龙那样 之后就决定在中秋节 曼克择火龙 一个驱重地 驱车赶摩 逐渐变成为有些祈祷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火龙就是身体健康 风调雨顺 吴谷风灯 绿速兴旺 转化到这一阵就成为一个 慶祝这个活动 即是慶祝中秋节 明叔是石马村本地人 因为喜欢没有火龙 所以他自小就期待中秋的到来 八岁就已经跟着父亲一起去摘笼了 一直都还是用手摘笼 因为这些草笼是没得卖的 都是自己制作的 由六七十岁的人基本上都会 首先就准备那些材料 准备那些材料之后就摘笼 好像家伙似那样摘笼的 这里可能不是很摘笼的 其实在摘笼的 就是卷得够大就用那些鸡齿藤 摘住它 摘笼的时候就四个人 因为它有些要卷 有些要侵草 有些要托笼的 有些要托笼的 很容易摘的 如果你太实 插香插那些火把插不到进去 卷得太松会散 又会断 拆到龙身之后就摘笼头上去 摘到龙头就摘到龙尾 然后那些龙草叶就插到龙身上 作为龙鱿 然后就插香插蠟燭 插火水桶 这样就可以了 大约是18到20米左右 一般是12到13个人 这是一个传统来的 因为以前都是熔印的 集体制作的 有次是你扎的 有次会扎的 大人和小孩都参加 我们一般都是由8到13 就开始扎 扎到8月15 下午4点前 一般都是扎到这个时候就好了 之后一般都是装饰 弄火水桶 弄个龙叉 拆树叶 近几年来 草龙的外形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加入新的元素 例如近年来 在龙身上装了LED 没有起身的话 火龙在五彩斑斓的灯光点坠下 更加劝力断目 气势十足 夜幕降臨 当一轮的圆月挂上枝头的时候 村里的男女老少 都纷纷走出家门 准备参加舞火龙 一般是在晚上七点钟左右就开始开轮了 开轮的时候就要製轮 製完之后就没有 做舞的时候就开始在村链上转两个框 然后就进去街上入行 以前就做家着户舞的 舞完之后就製造 原来就有油田 因为是灭虫开始的 所以就要油田的 油完田之后就去放龙龟海了 大人舞的就是两条 他参加舞的人数就是三十多人而已 他就不是说只有三十多人舞的 尤其是百多两百人都是那一轮 你没有几个小时就到他 他没有一头半个小时就到第二个 火龙游闹市 幸福留心间 一百多年来 母火龙依然是均和那一年当中最大的城市 村中的青壮年手执拿龙架奋力揮舞 火龙随着炮掌声 在大街小巷腾挂飞 所过之处人潮涌动相当热闹 明叔就说 母火龙凝聚的是乡里乡亲之间的情感 因此会一直传承下去 均和街是四条村都有火龙舞的 一个城下 青湖 平沙 罗港都有 都是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那些是传统来的 一代接一代 连连到中秋节就很高兴 比过年还要高兴 就一直坚持下去了